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魏哲明已经是第三季的哥哥 剩下18位 张继科是一位运动员 虽然节目组会邀请运动员 但张继科来的几率不高 港台的有10位 其中香港有王嘉尔 李志亭 陈豪 黄宗泽 陈浩明 这五位哥哥来的几率都非常高 尤其是王嘉尔应该是阵容里面所有哥哥最为适合这个舞台的 会唱 会跳 会说唱 还是2023年一档选秀节目的舞台创意总监 显然对于舞台的构思 想法也有很独到的见解 所以王嘉尔很适合哥哥的舞台 剩下四位哥哥来的几率也高 李志亭是一位长得很像王力宏的演员 影视作品非常多 陈豪有非常出名的剧功星际 黄宗泽之前说会参加追光吧哥哥 最终没参加 也是在追光吧呼声非常高的 陈浩明 更是童年TVB神话剧的男主演 原本第三集大湾区的哥哥阵容相对较弱 所以在第四季重燃大湾区哥哥的战火是必要的 宝岛哥哥五位 周杰伦 林俊杰 陈冠林 孙邪志 孙鹏 其中周杰伦和林俊杰是不可能来这个节目的 他们也不需要这个节目的热度加持 且他们如果能来就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是给这个节目增添热度的 海外哥哥七位 阿渡 李中硕 静田 丽丸 克里斯 埃文斯 马里奥 毛瑞尔 钟胜忠 虎光笑 丽丸是今年第三季就被传言的一位海外哥哥 有一定几率来 但严格意义上讲 阿渡和林俊杰都是新加坡人 在宝岛发展 如果把林俊杰放在宝岛哥哥 阿渡就应该也在 显然这个名单制作者非常大意 把两位新加坡哥哥 一个放在宝岛一个放在海外 阿渡是有几率来的 但是他之前在时光音乐会中设恐的性格 可能个人是不太愿意来这个节目 不然又可以递交一次和今年徐良一样的回忆杀 其实在这档节目中 第四季呼声最高的哥哥并没在名单里 他是张卫健 经常参加湖南卫视的晚会 又参加了追光吧第二季成为冠军 在中秋晚会他的个人视频里 就有很多网友留言希望能看到他 相信节目组也会在第四季 哥哥对他做出邀约 整体名单阵容部分 哥哥较为可能 但距离最终阵容将会有很大出入 你们最期待看到哪位哥哥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